月子好宝宝节目是由月子坐得好 一世没烦恼的好月子 陪于有限公司特约赞助 和我们聊聊天 HELLO 各位爸爸妈妈你们好 欢迎来观看月子好宝宝 我是月子好宝宝的节目主持人 Dodo秋夏 Fri然 我们今天节目会分享 如何发挥小朋友 左右老的潜能 非常之开心 请到幼老教育的 首席导师张先生 尝来和我们聊聊天和讲解 Jack先生 你好 謝謝Vivian 我想問一下 其實小朋友他們學習的黃金時期 在幾歲至幾歲左右 其實在祖教裡面 始於胎教 如果我們見到嬰兒的話 應該是在六歲以下 即是令到六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其實六歲以後就會慢慢下降 第一話會怎樣 其實在我們的腦 大部分我們都知道是用腦學習 原來我們會分開我們的左腦期和右腦期 我們的右腦就始於零歲零個月已經開始 約莫去到什麼呢 即是說兩至三歲之間 我們的腦橋開始踏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叫全腦學習模式 其實右腦教育裡面 基本上都是一個全腦教育 我想問一下 其實什麼是右腦教育呢 剛才我都說過 原來我們的BB 在頭頭的六年裡面 我們的右腦是強於我們的左腦很多的 這個右腦裡面有三個很大的功能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進入一個很大量的資訊 在裡面 第二個就是它可以進入到很深層裡面 然後如果這個方法是配合左腦的話 好像剛才我們說過三歲以後 我們大部分都會集中在一個全腦學習 等於我們在一個電腦裡面 即是說有一個資料庫和軟件 即是說我們的左腦就會集中在軟件處理一些東西 而我們的右腦裡面可以吸收大量的資訊 我想問一下 其實左腦和右腦它們分別主導什麼能力呢 我想在圖裡面都會看到 就是說在一九四幾年 我們有一個博士叫做Dr. Roger Sperry 他研究了這件事 亦都發表了他的論文 他的論文也拿到一個諾貝爾的畫 大家都會知道左右腦的功能 比如左腦會比較偏向邏輯 或者是分析 而右腦是圖像記憶 藝術創作等一方面 但是我們會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原來我們的腦的使用率是很低 即是說我們是低於10% 他也改了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Dr. Roger Sperry 他就告訴我們 這個九十幾個巴仙的未用的腦 就叫做天堂特區 即是說我們的容量 即是說我們個人的發展 其實是很無限的 嗯嗯 我想問一下 其實左腦和右腦 他們分別在學習和各樣東西上 他們的分別主要在哪裏呢 即是哪裏好些呢 OK 這件事我想很多家長都很想知道 我給了一些親身的經驗 或者你們都可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說原來左腦看書和右腦看書 很明顯在右腦強看書的人 他們看得很快 嗯嗯 我也有一個親身經驗 譬如我知道我姐姐這樣 我同時跟她看金銅小說第一冊 她用了一天她已經看完了 而我呢可能要用四日字 甚至五日 那我懷疑她究竟是不是看得完 那當我每一個chapter 每一個章節裏面都問她的時候 她是完全答不到我的 那原來我知道 原來有些看書的能力的人 是很高的 那一種叫速度 那即是說在台灣 新加坡 甚至在日本 就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方法 去培育我們的小朋友 嗯 那原來我們用右腦看書的人 其實她是什麼呢 她是整頁整頁 甚至整段整段去看 所以她看得到速度是很快的 而用我們左腦看書的人的話 就說我們是一隻一隻字去讀 那還有呢 這樣就會將我們整個看書的速度 減得很慢 那在一些這樣的速度的表演 甚至是比賽裏面 他們很多時候就會邀請一堆小朋友 然後接著會給一些書本給他們看 有時是字典都未定 那下面的家長 甚至是評判 就會問她一些東西 譬如她看書 看到第六頁 或者第28頁的第四段是什麼 如果她看的是字典的話 那可能問她 第六、三頁 第四個字典 有沒有圖去支持這個字 等等她們都會 好像那個projector那樣 她會在眼睛 在腦裏面project出來 令到她們明白到 原來剛才那頁是這樣的 那我們等於說 我們的幼腦好像拍照相機一樣 嗯 那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都說過 其實幼腦教育是零歲開始 或者其實可以在佗的時候 拖去教都可以 沒錯 那我想問一下 在零至六歲 那他們的幼腦教育 其實幼而期 應而期 會不會有所分別的呢 這個課程 有的 因為其實我們會取決 在它的coordination 即是身體協作能力那裏 那我們就算 整個幼腦教育裏面 整個骨幹裏面 主要集中在遊戲 OK 那這個遊戲大約是一個小時 好了 這個小時的遊戲裏面 那如果我們當它是一個魔術的表現 那我們就很清晰 就是說 越是嬰兒那方面 父母就好像表現那樣 做多了很多人的 去講多一點的東西 解釋多一點的東西 但是如果 小朋友已經進入幼兒期 OK 即是說她的身體協作能力強的話 就會被邀請進去參加這個遊戲 那更加令到她更深刻 所以為何我們那個幼老教育裏面 令到小朋友不單止有閱讀能力 他還會很強於閱讀理解能力 嗯嗯 即是不只是讀的 即是只讀那樣東西 還要是要理解的 明白 沒錯 因為在一個遊戲裏面 它會提供四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在多角度去理解同一個題目 譬如我們要解釋 或者這個禮拜 我們會教它一個顏色 或者是顏色 甚至是一個身體部分 我們就會在這幾天裏面的遊戲 都會集中了 在不同的角度 去給它認識這一樣東西 第二就是它的關聯性 第三就是它的延伸性 即是說我們不希望它只讀到一個單字 可能它在生活裏面的東西 去怎樣掛勾 第四就是 剛才我都提過 轉傳在它的生活範疇裏面 作為一個起步點 因為這個是它最想去做 我想很多家長都看過 Rational Geographic 看過很多動物 或者它們的求生本能是怎樣 即是就算一隻很幼獅 它們為何它在玩的時候 都要撲來撲去 其實是為了它日後生存 怎樣去獵食 而我們的小朋友為何這麼喜歡學東西 主要一個原因就是它們為了生存 嗯嗯 那家長其實會不會都有疑問 那我們怎樣去訓練小朋友 他用郵路去到學習和閱讀呢 這件事是很好的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國家和團體 都去做了這樣的科研 郵路教育基本上已經過了五十幾年了 我會相信我在不同的演講裏面 我都會問過香港的媽媽 誰知道Fresh Card 我基本上都聽到 原來有九十幾個巴仙的媽媽都知道 我相信你都會知道這些事情 但原來我又問第二個問題 幼老教育和Fresh Card有什麼關係 那就真是寥寥可數 真是不知道了 原來幼老教育裏面和Fresh Card的關係 就說等於一個少林子和一把劍的關係 一把劍可能在不同的武功裏面 但它未必能夠代表少林武功 嗯嗯 因為少林武功是博大精深 即是說它有很多很多去back up 而幼老教育是一個科研 即是說它有很多條條關關的需要去做 而Fresh Card是其中的一種工具 那麼我們都會當中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去幫助它 包括數學啊 包括在音樂啊 等等不同的範疇裏面去做 那麼Fresh Card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工具 即是其中一樣 並不代表了 真是有老教育的全部 是 因為其實閃卡這件事 基本上很多父母 早幾年都已經接觸過 但是呢 初初都會是一些完全無關聯的字 是 有時候可能都會有些疑問 咦 小朋友的那個注意力啊 集中力啊 做不做到真的坐定定去看這些閃卡呢 我記得我接受他一次的訪問 他就說 在坊間裡面呢 在閃卡裡面有很多眾說紛紜 還有Fore and Against是會比較大的 其實原因就是說 越接近或者業中意以閃卡單項去做這件事 他失敗的機會就是很大很大 因為他等於我們去食藥 就是說我們有病我們看了醫生 醫生給了一些藥給我們 而他們告訴我們幾時吃 以及要吃多少天呢 全部都是根據藥廠的科研數據去做到這件事 如果假設我們那些藥是不按照他的時候去吃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病是很難治得好的 而整個幼老教育裡面呢 是一個科研來的 即是說裡面有很多條條框框 剛剛我都說過了 他的骨幹是以一個遊戲去做 這個遊戲呢 都比較適合我們好像香港這樣的家庭 因為我們香港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工作型的父母 他們每一天都會抽到一些叫做Quality Time 在一個很優質的時間 但約我一個小時和嬰兒去玩 但這個小時的遊戲裡面呢 他有兩個不同的方法 一個就是增加親子的關係就算了 另外如果他真的採用幼老的方法的話 他這個遊戲是被固定了 即是說他是有計劃地去和他玩這件事 那麼小朋友就很開心 而在一個開心的過程裡面呢 他就會學到很多東西 而在短短幾個月裡面呢 他已經發覺那個嬰兒 為什麼我嬰兒在這麼幾個月裡面呢 他可以做到這件事 如果不是用了這個方法的話 基本上有很多父母的錯誤的看法 就是說他需要那個嬰兒會說話 會跟他溝通 那麼這樣呢 就會浪費了很多他自己的學習的時間 有很多這樣的文獻的報道裡面呢 就說假設我們的語言能力 或者叫多角語言能力 應該在我們的零度三之下 OK 那就是三歲以下裡面呢 我們學很多角語言 其實都會很容易變成我們的母語 我們的母語就是代表他們可以直出直入 需要學西班牙話又要回來 我們的母語就是中文 然後再回去 幫助他理解很多不同的東西 是很有幫助的 嗯嗯 其實好像我這樣說 小朋友呢 其實已經過了三歲了 那他的語言能力那個區域 是不是已經下降了呢 其實在六歲以下呢 其實都是他的黃金期 哦 但是他最瘋狂的那段時間呢 是在三歲以下 那就是說 在剛才你問過 就是說幼兒期和嬰兒期 是很不一樣的 是 因為幼兒的遊戲呢 等於一個魔術師這樣 一個魔術表演 就是他不需要觀眾去幫忙 就是說不需要那個嬰兒太多參與 但是他會演繹的東西 還有他的動作等等的東西 就會增加了 當那個幼兒期 譬如去到兩三歲以上 越接近幼兒 越能夠身體的自控能力 甚至他的社會經驗越來越多的話 他的參與能力會強 OK 那我們會改變了少許的遊戲 這樣就可以幫到他 嗯 但我想問一下 其實嬰兒期和幼兒期呢 那兩個時期呢 學習的時間呢 是否需要去增加呢 就是如果幼兒期的話 就會增加少許去配合吧 沒錯 其實在幼兒期裏面呢 父母是應該知道怎樣去幫他忙的 嗯 那因為我們作為一個父母裏面 其實我們是一個計劃者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策劃人 OK 那我們就為了我們的小朋友去策劃 那當然我們去教他之前呢 其實如果你把教的字寫一張A4的字 你反轉了它 你就會看到一樣東西很奇怪的 原來他的反轉的字呢 就是學習 就是說我們在教他之前呢 我們是會先學習了 那如果我們知道 譬如假設我們用一個 郵老教育的方法去做的話 那不單止 我可以在鐘頭裏面去插牌他的遊戲 更加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說 在日常生活裏面 我們會把所有東西放進去裏面 令到他們很容易 就已經在他的核心生活裏面 做了很多東西 還有他們用得回 謝謝張先生 我們現在先來休息一會 稍後再繼續和張先生聊過幾個 稍後見 傳統陪月智慧 現代護理條約 專業陪月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惜你的孫子 好月子陪月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輩子沒有煩惱 來吧 撕裂細緻影像 全新2000萬像素 Samsung NX200 安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為你提供最合適的家居防火設備 至尊滷水響如全球 滋味和乾 飛升國際 潮式美食堪清霸 廚房拿手色香味 潮味居 訂座電話2834-6669 除菌防媒辟味 一支備長炭 淨化家居沒有困難 全港唯一備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全新電視頻道 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 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流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 Plus開創 好 Hello 各位爸爸媽媽你們好 歡迎回來月子好寶寶 繼續有我杜秋霞Vivian 和我身邊的嘉賓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幼老教育 是不是好像普通小朋友 有回Pay Group 一個禮拜要回幾次 其實由於幼老教育裏面 始於零歲零個月 在那段時間 尤其是一歲之前 基本上就不應該有Pay Group 甚至是他的抵抗能力 在他經常都有很多睡眠的時間裏面 都不適合回Pay Group 但是那時候 我們已經有學習的能力 而那個學習能力 始於很大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通常就會教父母 尤其是媽媽媽 媽媽是第一代最好的老師 因為他會看到很多很多不同 而老師看不出的東西 而Pay Group裏面 是要限於時間 如果限於時間裏面 這個問題又很大 如果那個BB去到剛剛 是眼睡或者是想很累的話 其實他學習不到 如果他硬去做的話 他一哭就會連累 其他的BB都會哭 也會影響其他不同的東西 如果我形容的話 在上學裏面 其實他是在乘公共巴士 他們不會為任何一個小朋友 去停站 但是如果在家裏面 即是說 在大部分的先進社會裏面 都會很集中 用這個叫Homeschooling 即是說 在家裏面學習 那這樣東西 就是私駕車來的 點對點 即是說媽媽 甚至爸爸 就會策劃整個方法去做 所以為什麼有老學習 在外國裏面 有五十多年 還有他們的應用 是會比較多 因為他們如果真的要去一些 職業中心 或者一些學習中心 其實他都可能要駕駛兩個小時 這樣去旅行的話 對爸爸媽媽 或者對孩子 都不是一個好事 其實幼老教育 著重在媽媽 並不是導師教導 著重在媽媽去教導小朋友 是嗎 沒錯 我知道也有些片段 可以給大家 各位爸爸媽媽 看看 究竟這個幼老教育是怎樣的 在片裏面 我們會看到 有一個護士媽媽 她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是一歲半 一個是哥哥四歲 我們看到她 她正在用一個 叫做Fresh Card的原理 她正在用幼老教育 其中一個Fresh Card 我們會看到 他們以普通話 尤其是那個歲半的嬰兒 用普通話 讀中文字卡 大家也會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父母 我們知道 一個歲半的嬰兒 如果看到一個字 她是不懂的 她是不會讀的 而且我們也會留意到 那個歲半的嬰兒 是很開心的 是的 反而我們看到 那個哥哥有一點 沉悶一點 待會我們看看 那個哥哥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會看到 可能歲半的嬰兒 未必發音得很準 但是 我們很清楚知道 她已經讀到那個字 時勢 即是說 一路這樣下去 可能兩歲 兩歲半 她就會把發音 系統搞得更加準 的時候 她會發音更加好 而我們選擇 以普通話去教中文 是因為 我們要增加她的閱讀 理解能力 可能有些 媽媽會很擔心 如果我現在用了普通話 會不會擔心 她日後的廣東話 是不會懂的 待會我們會看到 第四條片 會看到這個小朋友 在年半之後的 廣東話能力 是沒有衰退 而她是真的 整個香港人 我們再看那個 就是哥哥 是的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哥哥 也有點悶 是的 我們會看看 原來那個哥哥的閱讀能力 原來遠遠已經超越了 剛才那樣東西 所以她只不過是陪弟 去一起學習身份裏面 去做這件事 我們會看到她在讀的詞 基本上應該都不是一個K2的學校可以教她 是的 那大家都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她應該是偏向小學 是的 而可能是有些字是小二 小三 甚至有些深度是小四 都未定 我看這些字都很難 但她都很流暢 一邊讀 是的 我留意她 她在用普通話 哦 OK 當然她的普通話是不會影響她的廣東話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就是 我手寫我心的文字 用這個語言的話 會令到她的閱讀理解能力相對推高 因為現在大部份我們的書 都是以一個普通話為基去寫的 OK 就不是以廣東話為基去寫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斷去用這個正確的語言去教她的話 她的閱讀能力就會很高 等於英文一樣 那我們就用英文去教 尤其是我們用到 譬如simple tense 你想想英文 我們寫和講 譬如come your hair 即是說 我講和寫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一件好事 嗯 然後我們再看一條片段 就是哥哥和弟弟 由於哥哥其實都會因為 媽媽以前不認識 只是用了fresh card 就沒有用到整個有腦教育的系統去教她 所以其實她在未到一歲的時候 她已經放棄了 後來兒子再出生的時候 你知道媽媽的性格都會 就是找不到一個這麼有效的方法 再沉迷 最後找到我們 要幫她用一個系統的遊戲方法去教她 那你見到哥哥的能力 除了他的閱讀能力很強 他還會加強他的信心 教他的弟弟 現在可能我們會看一下第四條片 我想很多媽媽都會想看一下 如果一個弟弟長大了 OK 現在是年半之後 他已經在讀K1了 OK 那麼我們要留意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他的自信心去到哪裡 第二就是要留意他的閱讀理解能力去到哪裡 在課文裡面 我們會留意到很多字都是很深的 絕對不應該是一個K1的小朋友可以讀得到 尤其是他會感覺上 他這個好像他的表演一樣 而在表演給他媽媽 現在他沒有跟著媽媽的方向去讀 OK 而媽媽就以為他讀錯了 他就不演繹告訴他 媽媽其實我們沒有讀錯的 因為他已經三歲了 他們的自我能忠心是會比較強 他們不希望每次都是媽媽幫他 還有去做 等於我們大家都是父母 我們都會明白 就是說 他已經拒絕 可能我們不穿 給他穿的衣服 或者要他做的事 他都會有他自己的個人意見去做這件事 OK 還有呢 他們不斷去讀他的課文 你也都看到他的課文 如果一個小朋友讀完一個課文 再要讀另一個課文的話 他感覺有壓力的 OK 而他們感覺不到他的壓力 是因為他已經覺得 這是他的表演 是他的show 而他最想表演給他看的觀眾 就是他的父母 例如是媽媽 所以他是樂而不疲去表演這件事 正如剛才媽媽可能會說 讀完這一課就OK 這是最後一課 但是最後一課之後 他仍然有最後另一課要讀 但是他沒有拒絕 他仍然都肯去讀 是因為他的閱讀能力是沒有問題 所以他沒有任何去拒絕他的原因 因為他覺得這個表演 希望得到媽媽什麼 掌聲呢 讚賞呢 認同 好像我們長大到這麼大個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父母去認同我們 OK 但是只不過呢 就說 不是好像嬰兒子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或者小朋友那段時間 希望他們在父母面前認同 即是說 認同這一件事呢 是我們幾大個 我都希望在父母身上去得到的 嗯嗯 還有我想問一下 其實呢 在那段時間那段影片裡 那個弟弟已經長大了 其實呢 他讀書是用廣東話還是普通話 去讀的 其實在英文裡面呢 他當然是一個語言 是嗎 在普通話 在中文裡面呢 我們在開頭裡面呢 就會奉勸他們 所有媽媽都用普通話去做 因為呢 這樣是會將那個 推高他的閱讀理解能力 會快很多 OK 但是會不會擔心 真的 他不懂廣東話呢 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 語言能力裡面呢 其實我們的嬰兒 是拿很多不同的參考 正如就是說 我們黃金期在三歲以內 就可以學多國語言 其實很多媽媽都會擔心 會不會影響他的語言能力啊 甚至他會不會學多國語言 會亂啊 等等這件事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一些很實的事 OK 譬如歐洲 歐洲很多個國家裡面呢 其實官方語言都有很多個 譬如比利時那樣 他有四個國家的官方語言 成為他自己本身的語言 你想想 如果會亂的話 你想想比利時 瑞士等等 這個國家 就真的很亂了 我們的聯合國就不會選 歐洲成為他們開國際會議的地方 可能 有些人說 不可能歐洲人會聰明的 但是我們看回亞洲 以新加坡為例 新加坡都有四個 有普通話 英文 馬拉 和印度 你看一下 他們都有不同的四個語言 難道告訴他們 這些亞洲人 你想想 新加坡也是以中國人為首 所以就是說 我們亞洲人 以中國人為例 都是一樣 甚至我們去到中國 我們都會見到很多不同的事例 例 例如一個湖南爸爸 派了去上海讀書 認識了一個上海的媽媽 結了婚 去廣州做事 如果他生了一個小朋友 跟普通話 可能他都有四個不同的 dialect 語言能力 是我們的小朋友 遇生俱來 等於我們上一代 可能我們父母的發音 都未必準 如果我說一句 有趣一點 比如說 李嘉誠先生 他的廣東話 都會比較偏向潮州的音 比較重一些 但是這樣會不會影響到 李澤西嘉先生 或者李澤巨先生 好像我這樣 我自己上一代 都會比較偏向一些香音的語言 但是未必會影響到我們這一代 因為我們會拿很多不同的參考 所以很多父母都會很擔心 自己會影響到他 其實只要你的方法是正確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嗯 還有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 可能小朋友過了三歲 他就開始自我中心比較強 如果有些父母 到現在好像我這樣 現在才發現 有老教育 我想灌輸給小朋友 但他自我中心這麼強 其實會不會很難教育到他 我一點點更正 基本上自我中心 在一歲多到兩歲之間 已經形成了 所以很多人 就叫這段時間 叫Trouble 2 當然這樣有一點點貶義 因為他已經有自己的性格 而且他很想 給媽媽和爸爸 認同這個性格 我們一點點就是認同 這個認同很重要 就是要認聰 即是說 越大一個嬰兒 是很想父母認同 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要捉住這個兒童的心理 裡面去教他 是無往而不利 教一個大的小朋友 雖然是會有一些 不同的小小的改變 但其實很好教很多 嗯 今天真的謝謝張先生 上來和我們聊天 謝謝你 教識我們這麼多 爸爸媽媽 幼老教育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清楚的話 歡迎致電 34285529查詢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